你好,欢迎来到每日一书,本期要分享的书是哈佛的六堂独立思考课,副标题是,精英们都在学的自我意见建立法。 本书作者寿野魏希,是日本青英艺术大学、圣心女子大学等知名院校讲师,在大学教授有关思考力和英语的课程长达20年之久,对于如何建立意见和打造强大的思考力有着独到的见解。 本书采用每章一堂课,共六堂课的形式,让你彻底了解到面对一件事应该如何思考以及思考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第一部分,确认对事情的理解程度。 许多职场人士在工作中或多或少的都会有过这样的苦恼,表达自己的想法或意见时,对方好像不太理解,甚至有时候会误解自己的主张。 开会讨论时,除了点头之外,无法提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意见,从头到尾闷不作声。 之所以会发生上述情况,其最大的原因就是思考力的欠缺,无法系统地建立和表达自己的意见。 自我意见建立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作者认为解决一个问题的第一步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而养成随时随地都能提出好问题的方法,就能随时自我检查对一件事情的了解程度。 如果自己都无法理解,怎么能保证对方也能听懂你在说什么呢? 所以我们要深入地理解问题才可以。 那么,到底如何深入理解这个问题呢? 一共有四个步骤,先检查自己对获得的信息是否真正了解,然后切实说出不了解的部分是什么,接着思考有效问题,看看怎么处理不了解的部分,最后养成实际提问的习惯。 比如说,你想去A大学留学,正好同部门的一个同事,从A大学留学回来,并且回来以后升职了。 你问他意见时,他说,A大学很好,课程也很充实。 于是,你也想去留学了,那么问题来了,A大学适合你的同事,那也适合你吗? 这个时候,你应该做的是先去了解这个大学的优势,再看看是不是自己需要的。 其次,你同事升职了,只是因为他出国去这个大学留学了吗? 是不是人家本身的能力就很强呢? 这也是我们需要先去调查的,看看出国留学和升职之间的关系。 只要了解清楚了这些,我们才更有把握,避免以后后悔。 假设你的下属提出一个新的个案,开发一个靠听就可以提高英语水平的听力CD。 在提出任何赞成或者反对意见之前,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对于这个个案的了解情况。 一,用A4值写下基本情况。 比如,市场上现在已经有的英语CD产品,英语CD的顾客群体是什么人,光靠听是否能够提高英语水平呢,英语CD的基本定价,市场竞争力等。 二,利用理解程度检查表。 首先,在左侧以理解的部分,列出自己已经理解的部分。 想要明确尚未理解的部分,先厘清以理解的部分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请务必从左侧开始写理解程度检查表。 其次,继续写右侧的不理解的部分。 不能立刻想出不理解的部分或是有疑问的部分时,请试着逐一审查左侧的已理解的部分中每一项真的正确吗? 进行逐条分析。 如果我们这些都不了解,那我们必须去了解情况。 三,运用5WH法。 我们可以提问,可以向自己提问,也可以向他人提问。 最快速简编的检查方法就是用5WH问自己,是否能确实回答。 也就是你是否能回答得出户谁,what,做什么,when,何时,where,哪里,what,为什么,how,怎么做,等问题。 在商务场合中,不妨再加入to whom,向谁,how much,多少钱,等,可以根据场景改变提问内容。 比如英语CD,我们可以考虑这个产品要提供给谁,什么时候推出产品,在哪个地区推出,为什么需要推出这个产品,以及我们要怎么完成这个产品。 那在提出这些问题以后,就是要帮这些问题找答案。 同样用前面说过的那张写下基本情况的A4纸,在不了解的情况后面写上答案。 这个英语产品可能是给商业人士提供的,我们需要现在就准备好这个产品以便推出市场。 我们需要把这个产品跟市面上其他的英语产品分开等。 最重要的是,需要把意见和事实分开。 事实是以某种形式显示证据的事物,例如地球是圆的的证明,就是地球的照片等。 另一方面,意见是我们思考后,每个人得到的不同想法,例如地球比任何行星都美。 四,对日常选择提问。 那怎么养成提问题的习惯呢? 我们可以对自己每天的日常选择提问。 比如,我晚上想吃红烧肉,我们可以问自己,为什么晚上想吃红烧肉? 鱼可以吗? 为什么我想选红烧肉而不是鱼呢? 然后自己给自己答案,可能是因为自己习惯吃肉,或者是在电视上面看到有人吃红烧肉等等。 养成了这个习惯,就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当你的同事或者上司提出一个问题,你可以很快地按照这样的方法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方案。 再来看第二部分,多角度看待问题,深入思考。 找到不了解的地方后,想办法去深入了解。 作者在书中分享了四个技巧。 一,站在不可忽视者的角度思考。 比如,关于只靠听就能大幅提升英语能力的CD。 我们可以先站在和英语学习CD有直接关系的人的角度考虑,包括想要买这个产品的人,同部门的人,营销负责人,甚至竞争公司。 那想要买这个产品的人,是想要从这个产品中得到什么呢? 是要学习商务英语并能很快开始使用,还是和外国有人交流,需要在生活中说英语。 如果我们是着重于商务英语,那我们不仅要考虑普通对话,同时可能还要把谈判技巧也包含在内。 如果能提出这个观点,那你对英语学习CD的了解就深了一层。 二,用崭新的观点,获得不同角度的看法。 就是要从和这件事完全没有关系的人的角度来考虑事情。 作者说,可以用讽刺漫画家的观点找出一件事情可能会变得很讽刺或者很可笑的点。 三,一人辩证法。 除了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我们还可以用一人辩证法,也就是彻底反对自己的想法的观点。 在自己心中设定另一个自己,反对自己的每个想法。 比如,拿出一张A4纸,左边写上赞成推出产品的原因,右边写上反对的原因。 然后,在这张写下了赞成和反对原因的A4纸上,做一个反驳清单。 做反驳清单的时候,我们需要对所有赞成和反对的原因都提出反驳。 反驳的时候要写下反驳原因,还要加上事实根据。 比如,很难与其他公司推出的同类商品区分的反驳,是意见。 既然是意见,就需要根据,要思考在什么样的根据下,能够说很难区分。 比如说,根据是因为这个音像商品的细节,与其他公司的同类商品非常相似。 重新比较其他公司的同类商品,的确有很多地方十分相似。 也就是说这个音像商品的细节,与其他公司的同类商品非常相似的根据,可以算是事实。 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反驳原因上画个钩,代表检验结束,然后再检验下一条。 分别是跟事情直接相关的人,与事情完全无关的人,和自己做辩证,最后再反驳一切。 从这四个角度看待问题之后,你对一件事情的了解,就很深入准确了。 四,思考后果,预测未来。 预测未来,可以思考几个问题,该方案如果成为现实,会发生什么事。 同时设想发展顺利与不顺利时的情况,成功时的情节和失败的情节。 思考有没有面对这两种情况时应该采取的措施,思考该行动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思考该行动有没有现在执行的必要。 比如说,如果推出英语学习CD,会发生什么事?可能很顺利也可能不顺利,顺利有可以采取的措施吗? 如果有,就可能需要思考推出后续作品。 如果产品推出后,被竞争对手投诉,说相似度太高,有没有可以采取的措施? 我们可以掌握相关法律知识以便应对。 这个措施有实现的可能吗? 可以实现。 现在需要执行吗? 在销售前进行是最好的。 通过预测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决定现在就应该采取的行动,就能进一步完善这个提案。 再来看第三部分,完善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发表意见的时候,要使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和容易理解的结构流程。 如果一定要使用专业术语,记得用日常语言解释清楚,同时,妥善组织你的语言,让你的内容流畅。 一、先说结论,再说根据,最后提议。 比如,对于推出这个商品的原因和目的是想提升商务人士的英语能力。 我赞成这个企划,这是结论。 因为只用听的商品十分便捷,同类商品也卖得很好,而且商务人士需要提升英语能力,这是根据。 只不过,我们必须做出区分,所以,除了提高词汇、语法和听力能力外,若能包装成可以提升谈判、沟通和演讲等能力的商品会比较好,这是提议。 根据这个流程说出的意见简单易懂,如果我们有好几个根据和提议,可以在一开始就提出来,这叫做揭示说话内容的地图。 比如,假设你想对能大幅提升英语能力的音像商品企划方案表示赞成,而让你决定赞成的根据共有六项,想提议的建议有三项,就可以这么说。 我对这份企划表示赞成,根据有六项,先说根据,然后关于这个企划,我有三点提议。 根据一是什么,根据二是什么,根据的部分到此结束。 其次,我想说三点建议,首先第一点是什么,这样表达就比较清晰流畅了。 二,重要的地方用不同表达方式再三重复。 口头传达冗长的意见时,听众很容易注意力不集中。 不论运用多么简明易懂的表达方式,就算揭示说话内容的地图,对方也有可能注意力不集中。 当我们在想其他事情时,对别人说的话便会置若网闻。 听众有可能也陷入同样的状况。 考虑到这一点,在演讲中多重复几次重点会比较保险。 但是,同样的话一再重复,听众可能会觉得,每句话我都有在听啊,真啰嗦。 所以,在想要大家确实听见和理解的地方,可以做些微妙的变化,散布在整段讲稿当中。 三,避免五段的语气。 如果一开始就使用五段的语气,会让他人觉得很难给你回馈。 更可惜的是,使用五段的语气容易让一场本来可以是愉快气氛的讨论,升级为充满主观意见的争论。 四,反对不等于否定人格。 发表意见就等于自动开启讨论模式,总会有人给出回馈或是反驳。 你应该用一种对视不对人的态度,来看待这些他人给予你的反馈或反驳。 别人不同意你的意见或提议,不代表别人不认同你这个人,他只是反对你的意见而已。 所以,他人反驳自己意见的时候不要着急,别打断对方说话。 当对方反驳我们时,就会忍不住想插嘴说,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话虽然这么说等等,但是要克制这种冲动,尊重对方,是件十分重要的事。 我知道这话大家早就知道了,但至少请听完对方所有的话。 五,不要跟随对方的脚步。 有没有人故意没事找事,为了反对而反对呢? 当然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有人找茬,最重要的是先接受对方说的话。 比如,有个人说,你上次提得起话,看来失败了,这种与意见没有直接关系的话,用来批评你。 这时,你可以用那时候的确失败了,不过跟这次的提案没有关系的方式回应,在接受对方说的话后,依然把话题转回主题,是最明智的做法。 千万不要跟着对方的语气,把自己降低到对方的水平,变得情绪化,也开始进行人身攻击,避免掉入别人的陷阱。 六,问根据,说出来。 所谓的意见,是在拿出根据来的时候才有意义。 如果对方没有说明根据的状况下,要在可以提问的氛围中,问清楚根据。 您这么说的根据是什么? 为什么您有把握这么说? 这种问法如果会触怒对方,不妨换个提问的方法。 比如,你如果是想问,那种方案我们公司办不到的根据,有一种办法是与对方站在同一立场后再提问,如原来如此,科长是这么想的呀。 果然公司办不到,但原因是什么呢? 保证一种求知的态度来问问题,会有意想不到的好结果。 七,不要假装自己什么都懂。 如果对方提出了一个意见,而你不太了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要深入了解这个意见。 这个时候,不要怕丢脸,人人都有不了解的事情,直接问对方是最为简单有效的。 也可以表示自己会去做一做调查,去了解对方提出的事情,不要不懂装懂。 八,要反对,就要提出替代方案。 要反对别人的意见,那就要提出替代方案,就可以脱离为了反驳而反驳的无意义讨论,而进入到让讨论更有深意,更具体的维度。 比如,朋友提议去吃日本菜吧,但你反对说不想吃日本菜,但也拿不出替代方案。 于是,既不能去吃日本菜,又没有其他方案,好像哪里也去不了。 这么一来,话题也就无法继续。 所以,一旦提出一个意见,就要有替代方案,对自己的意见负起责任来。 说出意见时,不论自己的意见会引起什么样的结果,你都要有负起责任的心理准备。 若是有意成为一个持有个人意见的人,这是必须随时放在心里的原则。 好了,这本哈佛的六堂独立思考课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